賽洛美也是日本鏡頭的 它是從蒟若裡面提煉出來的賽洛美 就是日本蒟若裡面提煉出來的賽洛美 那賽洛美是什麼呢 大家 賽洛美這個廣 這個成分大家聽太多了 可是 可是到底知道它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假設我們舉例 細胞是磚塊 假設牆壁 細胞是磚塊 磚塊跟磚塊中間黏結這東西是水泥嘛 對不對 OK 賽洛美就是水泥裡面的主成分 如果你的賽洛美不夠豐富的時候 它的黏著度不夠好 也就是變成細胞跟細胞中間的肩距 它會有一點鬆掉 鬆掉它就會開始塌陷 或者是它會有不均衡的狀態 你的皮膚就會開始鬆弛 所以為什麼大家講說賽洛美那麼重要 其實就是因為它在這個細胞跟細胞中間的肩距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這個銀瓶裡面 我就添加了一個一定比例的賽洛美 因為它每天要補充六百克的賽洛美 它可以增加皮膚的滋潤度跟淡化細紋 因為為什麼細紋 因為皮膚那個細胞這樣子 它如果賽洛美沒有的話 它就開始塌 然後你皮膚就開始比較鬆弛 鬆弛就會細紋就跑出來了 你這樣把它補起來 其實它就會比較緊繃 然後皮膚就會變得比較有彈性 這就是賽洛美很重要的一個成分 這跟效果 那所以在這個銀瓶裡面 我也添加了從日本進口的蒟弱體 就提煉出來的賽洛美 在這個銀瓶裡面 所以喝下去之後為什麼要喝這個飲品 其實還是回饋到我剛剛的想法 就是如果你讓你的細胞跟皮膚跟角質 全部都健康之後 你麥拉米尼色素才會均勻地排除出來 如果它不能夠被均勻地吸收 均勻地排除的時候 它還是會有局部的殘留在你的皮膚裡面 所以膚色就會不均勻 就會有局部暗沉 跟慢慢久留它就會有斑點的形成 所以一定第一件事情要讓保濕機制 完整地發揮 讓到這個結構非常非常好的時候 你的美白的東西 跟斷絕麥拉米尼色素的排除 這些東西才會發生到它最大的功效 也不枉費剛剛做那個美白產品 那個精華液的時候 裡面放了那麼多有效的成分 所以它必須要內外呼應起來 所以我的使用方法 會是非常簡單 就是白天完全按照你日常保濕的程序 最後你用防曬的這個產品 然後記得一定要厚塗 一定要塗到一定的厚度 那個厚度大概是一塊錢的頭 然後要擦滿整顆 等它乾 等它乾之後呢 再薄薄擦上一層 然後再開始化妝 再開始打底 所以這個為什麼要把 防曬的這個隔離乳 要做到完全透明跟清爽 就是因為我要讓大家可以厚擦 它才會有達到你要的效果 那白天喝這個橄欖飲 兩個飲其實不一定規定要白天晚上喝水 當然你都可以喝 但是最好要空腹的時候喝 它的效果才比較好 那白天就藉由喝這個橄欖飲 然後來延續你的 杜絕這個自由肌的形成 然後讓美白的這個效果 防曬的效果可以延續 到了晚上 要把皮膚的基底弄好 然後把這些黑色素全部排除出來 然後再讓自由肌不要形成 然後讓抗發炎的效果 所有的麥拉尼色素排除出來 那你的皮膚的狀況 就會維持在一個一定的漂亮的程度 那自然它就會亮 它就會擺 它不會因為時間 歲月的靈跡下來 而越來越暗沉 越來越不好 它會幫你停留在一個一定的階段 但是它要持之以恆 它必須要像吃維他命這樣子的概念 你要把它養成一個好的生活習慣 那它就會有用 就這樣看著 你會不會再往後 但是你會不會再買 那就是因為你的皮膚